可能裡面多數是空的嘛 因為你錢會拿出來 可是你知道嗎 我上次竟然在一個信封裡面找到 迪拉姆就是Durhams 將近超過五千塊的台幣 哈囉大家好 我是Emily 在今天的韓國小知識 我要分享這個叫做Allowance Allowance指的就是外站經貼 那空服員的薪水就是有底薪加外站經貼 所以才變得比較多 那像以前我剛加入國泰的時候 我的底薪大概會是台幣3萬多 那再加上我們可能每一個月會飛不同的城市 那每一個城市都有它 假設我是過夜班的話 我們就會有過夜經貼 那加上去就會變成是我當個月的薪水 所以假設我的飛時越高的話 然後我在外站停留時間越長啊 去的地方越貴的話 我的經貼就越高 那加起來當月的薪水就會比較高 我待的兩家航空公司來說 我們都是領當地的貨幣 比如說我們今天去日本啊 我們就會在櫃台直接領日本的日幣現金 然後就會長得像這樣子就是一個信封 然後裡面拆開 它就黏死了裡面就會有日幣 那我們今天去歐元的話呢 我們今天去歐洲的話領的就是歐元 那所以就是直接領當地的貨幣 可是也有一間航空公司啊 他們是會直接 他們會匯到組員的戶頭裡面 也就是說你要自己先用自己的錢 先去換當地的貨幣先出來用 你在那個航班所要給你的外站金錢 公司會在你的薪水的那一個月再匯給你 所以每家航空公司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 外站金錢是怎麼算的呢? 我舉我之前的前東家的例子來說 那我們是用當地飯店的餐費 假設我們今天住的是軍月好了 那我們在當地停留 假設有兩天那我們就要吃六餐嘛 那每一餐呢 它就會有比如說早餐、中餐、晚餐 然後就會有餐費 那餐費的金額就會以當地的那一間 比如說軍月飯店它的 平均價錢是要一餐是多少錢 那以那個為金額去計算 所以比如說我有六餐的餐費 那我們還會再另外再加上 比如說過夜金錢 那每間航空公司的算法不一樣 那這樣加起來呢 就是我們的外站金錢 所以今天你要是住的飯店越好 五星級、六星級 然後它的餐點越貴 那你的金錢當然就會越高 那當然飯店的等級 還有跟當地的那個 比如說生活水準也很有關係 你今天去OVZO 你今天去美國 那當然它的生活消費要是比較高的話 當然你拿到的金錢相對會是比較多的 我以前飛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外站金錢很多的航班好了 那我記得我以前在Emirates 第一次飛紐約的時候啊 我非常的興奮 因為紐約嘛 第一次去耶 才29 我才停29個小時 欸 我們光時差就十幾個小時了 那我只停29個小時 然後我也要睡覺 根本就是不睡 我就直接衝出去玩 其實是一整天 加上五個小時而已嘛 在扣到要睡覺的時間 那我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睡 然後就一直去逛逛 一直去買東西 在Emirates來說 要停兩天三天以上的那種 美國班跟歐洲班 是機會不太可能 像機會比較低啦 那後來我到了香港之後 你在國泰呢 以前有一個超級棒的航班 叫CX830 現在CX830還在海宇宙 不過它已經不在 這個moment的 黃金飯 我有時候小菜鳥 剛拿到的時候啊 你知道嗎 它是紐約 就是香港這邊紐約嘛 那個停留72個小時耶 三整天 你知道那個航班的外站金 有多少嗎 500多美金 超多的 所以我們就會拿到信封 我們就是躺在那個 而且我們還住超好 我們說DoubleTree 然後那間飯店的整個狀態又很好 又是在市區 然後又500美金 整個那個航班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出去啊 你要Lock and Seal 在房間的話 你就可以在房間數鈔票 我們只要飛那種 今天很好的班 我們都會在互相的調侃 然後跟主員彼此聊天 說如果Lock and Seal 就可以不斷的數鈔票 那如果你要去購物的話 你甚至也不一定會花到自己的錢 因為你就是吃飯嘛 然後就是可以買東西 那當然這個是今天夠多的狀態下 假設你今天是飛的是日本韓國 這種今天可能只有一點點 可能只夠你去便利商店 或Lawson買一些 你知道蛋糕啊蛋糕捲 或者是我喜歡的乳酸菌 還有那個小吃就美了 他就只是薄吃飯 真正要學拼的話 在日本跟韓國 我們即使有那種停 24小時36個小時 我們還是要 都要花自己的錢 我們要拿自己平常存的日幣 然後我們要拿信用卡 才要辦法把我們自己輸回來 不是 應該才有辦法 把我們喜歡的東西全部都抱回家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外戰今天真的是要看每一個人自治 假設你今天是 錢留不住的人 然後去哪裡都想學拼的人 那你外戰今天 怎麼樣都留不住 你看每個月 大概是默默的底薪 然後就是存錢會存得很辛苦 很多人在問我說 欸 一定可以存到很多錢嗎 我多久才可以存到那些錢什麼的 真的是不一定啊 你今天給你一個月賺8、9萬 甚至是10萬 但是如果你也是花掉了大部分的錢 你一樣沒有辦法剩錢 所以即便是薪水高 他當然還是很考驗 每個人對於理財的觀念 然後還有你花錢的使用習慣 還有一個非常棒的外戰今天的航班 就是 紙飛杜拜這個航班 也跟我的 千千東家很有關係 以前在國泰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飛一個 CX745的 他就是從香港紙飛到那個杜拜 那當然他是業績 是半夜 也是差不多12點多 一點多起飛 那客人都在睡覺 飛駛就8個小時而已 我是覺得啦 他就是 大家在睡覺 我們就算是做兩餐服務 可是第二餐 他是很簡單的一個餐盒 所以整個服務非常輕鬆的 然後到了當地呢 為什麼他會 所以杜拜這個航班很棒喔 因為我們那時候住的是香格里啦 香格里也是五星級飯店 它裡面非常大 每個房間都很大 從我的床啊 就是要走到廁所去 是要走一段時間 所以要是你很累 睡覺起來 就是你要去上廁所 是你覺得要走很久 那房間是非常大 而且居然還有小廚房 小廚房就是主員最愛的 小廚房可以幹嘛 就可以煮飯啦 甚至有些人會 在飛出去的時候 會習慣帶一個小煮鍋對不對 他們就會超級喜歡 他可能就是去附近的超市買一些東西 然後他就可以在房間裡面 煮東西啊 也不需要出去 畢竟房間都那麼優秀 所以他就可以存錢 那像我們停杜拜這個航班 direct是36個小時 那36個小時也有台幣 好像超過七八千塊的外站津貼 就是真的很多 飯又好做 客人又nice 那錢又多 飯又好 誰不喜歡這個對不對 所以通常這個班機都會很受歡迎 而且甚至是杜拜 你也沒什麼東西可以買 那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 就是去shopping mall 那shopping mall其實 沒有太多東西買啊 就吃吃喝喝啊 像我每次回去都在找馬龍 或是找一些朋友吃飯而已 敘舊啊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花太多的錢 所以像這種航班呢 不只他的津貼膏 甚至是你是真的是可以存下來的 那比如說我們飛 不同的航點 那我們這一次 如果有津貼的存下來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存在我們的外幣賬戶 甚至是說我們可以保留到 下一次我們還有這個航班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再拿去花 我們還會領新的錢嘛 就是新的外戰津貼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慢慢去 累積你的外幣 那每個族員 他會喜歡飛的航點都不一樣 像我以前比較多常用的 可能美金啊 歐元啊 像日幣啊 韓幣這一些 比如說我們就常飛這個地方 我就可能就會有存這個 這個國家的貨幣的習慣啊 比如說我們本身是很少在 飛加拿大的話 那可能就是加幣的話就很少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組員 他們自己都有一個 自己的小小的外幣包 然後存著那個 可能放不一樣的外幣 然後等到我們要去哪一個國家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拿出來 這樣帶著走這樣 那像我們的外站今天 我剛剛跟大家說嘛 它是在信封裡面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會放在 我們的小 那個叫什麼handbag裡面 就這樣背著 然後 可能就直接拎去房間 然後再把它打開 然後把錢拿出來 然後OK算一算 然後就再放進去自己的錢包 可是你知道嗎 我離職之後啊 我常常在我的一些小包包裡面 或者是一些外幣包啊 甚至是我的一些行李裡面 發現好多個信封 就是以前 沒有清乾淨的 那可能裡面多數是空的嘛 因為你錢會拿出來 可是你知道嗎 我上次竟然在一個信封裡面找到 迪拉姆 就是Durhams 將近 超過五千塊的台幣 就是那時候我飛杜白班 然後留下來的 然後因為杜白的那個壁紙 在香港那邊要換就是比較貴啊 然後我還要再找別的地方換 所以我當時就沒有換 我就是把它存下來 後來我自己在離職之後 在打掃我自己的工作 只是發現還有驚喜這樣 我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所以我常常 組員常常翻自己的包包裡面 都還是會出現錢 然後就會覺得 自己還是蠻有錢的 好 那雖然外政津貼 聽起來好像很多 去很多地方好像都有 可是啊就是 最主要的是 你要努力把信封裡面的錢 存下來 那才是真的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一集的航空小知識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